佛家说四大皆空 我们所处的世界是由幻象构成的吗 我是何光 是西瓦超心灵感应的教练 也是开启你的超级心智艺术作者 在量子物理发展的百年历史中 造就了许多数学、物理及天文学巨波 但这些大师越深入研究这个物质宇宙 就越迷惑于所观测的现象 这些发现打破了对物质世界的认知 更超越了你我理解的范围 天文物理学家计算出在聚观的世界里 宇宙中的物质只占4%左右的质量 其他的部分是由暗物质及暗能量所组成 量子物理学家在围观的成绩发现 宇宙所有的粒子所占的体积 小到几乎可以忽视 粒子之间的空间占了99.99999% 如果抽掉所有粒子所占的空间 地球近8亿人的体积可压缩成一块方唐的大小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依照比利原则 这个世界绝不是具无轻重的物质所构成 而是由粒子间的虚空撑起了整个宇宙 那么严格地讲 这个物质世界真的存在吗 量子理论的叠加态及不确定性 代表着这个宇宙有许多面貌 必须等待观测后发生坍缩 你才会得知可能的结果 那么你对宇宙的认知就不是唯一的 它只是所有可能的一种面貌 举个例子 有一种山羊住在岩壁上 对于山羊来说岩壁是安全的 草原有很多天敌反而是危险的 但对于绵羊来说 草原相对安全许多 陡峭的山壁象征着死亡 同样的环境经由不同的观测者 得出完全相反的答案 再举个生活中的案例 喜欢坐地铁的人来说 觉得开车容易塞车出车祸 比起地面的马路 危险的车震 地铁效率高相对安全 但对于喜欢开车的车主来说 地铁像是个密闭的地窖 发生意外不知道如何逃生 还有感染病毒的风险 同样的 观测者的角度不同 尖论天壤之别 天气好的时候 我常喜欢沿着河边骑车 刚下完大雨后的几天里 河水汹涌 根据河水急速流动的方向 我得知前方是个出海口 当月圆满潮的时候 海水倒灌进入河流 我知道水流的方向是河的源头 当一个看不见的月亮的傍晚 有人在河中滑独木舟 目的地是下游出海口 顺着水流的方向滑 结果月滑离出海口越远 因为他不知道那天是新月 潮汐涌入河中 导致河水往上游逆流 这个观察告诉我们 随着时机条件的不同 你所感知的世界是个假象 我们对现实世界的认知 来自于物质感官 视觉、听觉、嗅觉、味觉与触觉 以视觉来说 光投射到物体后再反射到瞳孔 是网膜接收后 转化成电信讯号 讯号传送到大脑的视觉中枢 产生视觉 我们才有看到的感觉 人类能够接收到的光波范围很狭窍 经过复杂的接收机制 最后抵达大脑的也是折损的讯号 因此 所看见的东西不见得是真实的 更何况我们只选择我们想看的事物 举个例子 当装修的工地到进行到尾声 我会要求尤其师傅在墙上涂上色块 让屋主去看 屋主看了觉得跟原来选的颜色不同 于是我请他们在早上、中午、黄昏、不同时段去看 结果他们发现每次去看的时候 颜色感觉都不一样 听觉的道理也是一样 声音藉由空气的振动波 传送到耳外与中耳间的骨膜 经过耳锅再传送到第二层骨膜 过程中振动改变成电讯后 经过耳锅神经接收后传到大脑听觉区 经过复杂的传递后 我们才感受到声音 同样的 我们接收到的频宽叫狭窄 人类听不到许多动物接收到的音频 更何况主观意识的扭曲 最后感知往往是大脑希望我们想要听到的 嗅觉、味觉、触觉也有类似的原理 空气中的气味物质进入皮腔后 与鼻膜黏液融合 透过嗅毛的感受器发出信号 经过神经回路抵达大脑 我们才感受到气味 每个人对相同的气味感受不同 以臭豆腐榴莲做例子 喜欢人感觉很香 不喜欢的人觉得臭味难耐 人在不同生理状态 不同时间 对于相同的气味感受也不同 随着心情变化 对于气味的感觉也不一样 味觉的变化变得更多了 味道经过我们口腔的味蕾 味细胞接收 经过味觉神经传递到大脑味觉去 我们才感觉到了味道 味蕾的树木 少的人味觉比较迟钝 反之较为敏锐 通常重口味的人味觉较迟钝 同样的食物 有的人觉得太清淡 有的人觉得太咸 太辣 随着年纪以及心情的变化 对同一种味道的感觉也不同 生病的时候味觉也会受到影响 而触觉则通过分布于皮肤的感觉神经 将讯号传到到大脑的受体 我们才有对物体表面的感知 冷暖的感觉也是类似的原理 对环境冷暖的感知 每个人的感受差异很大 一样的天气 马路上有人穿T恤 有人穿衬衫外套 对于食物冷暖 个人的感觉也不同 一杯相同的热咖啡 有的人觉得太烫 有的人认为不够热 我们经由物质感官 接收到物理的资讯 这些减损不真实的资讯 透过左脑的对比分析后 再加上心理的因素过滤 产生我们对物质的认知 如果得到的是经过扭曲的二手资料 我们所感知的世界还是真实存在的吗 如果眼前的世界不是真的 那么我们的人生代表什么呢 我是真实存在的吗 如果把现实世界比喻为一个舞台 那么舞台上的戏剧就是你的人生 你不仅是主角还是编剧 导演 灯光 音效 以及台下的观众 舞台上每次上演的戏码都不同 美术不仅随着剧情更换 剧情也可以随观众的喜好变化 故事里的喜怒哀乐只有自己感受得到 难怪许多人说人生如洗 我们领悟到这个物质世界的虚幻 无常 不就是量子物理所诠释的吗 这个世界充满不确定 所有可能同时存在 等到我们的介入才得知 这个是什么世界 科学家认为物质世界是我们大脑的产物 我们所经历所感知的 是大脑运作后所诠释的结果 你认为真的事实是假的 你认为不存在的可能真实存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